新加坡出生大熊猫乐乐,12月回返中国,11月20日将是公众见到乐乐的最后机会。 万泰保育集团9月22日发文告说,将于11月20日在河川生态园的大熊猫展区为乐乐举办一场告别会,这也是新加坡公众能见到乐乐的最后一次机会。 同一天,乐乐会开始隔离,为12月下半月启程回返中国做准备。 乐乐是大熊猫凯凯和佳佳在新加坡生下的宝宝,上月刚满两岁。 根据同中方签署的协定,凯凯和佳佳在本地诞下的大熊猫属中国所有,两岁时必须送返,以参与大熊猫繁殖计划。 根据去年9月签署的《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延期协定》,凯凯和佳佳将在新加坡多留5年,至2027年。 乐乐于2021年8月14日出生,出生时仅200克,他如今的体重已达65公斤。 文告指出,乐乐早前已开始表现出独立的举止,能独自进食、休息和玩耍,也能够与妈妈家家分开生活。 护理团队自2月起就训练乐乐,让她住进一个与妈妈分隔的洞穴,并分开进食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